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化身為創世志工以及植物人的分身 代表在願安養的植物人 親自將年節禮和紅包 送到植物人許媽媽的手中 也慰問許媽媽的辛苦 並且協助許媽媽貼上新年春聯 感受年節氣氛 我想我今天來到這個73歲的 阿嬤在我旁邊的案家 她已經照顧她的兒子10年 已經變成植物人10年 最近這兩年入住了這個創世 那我想這個過程非常辛苦跟艱辛 那我想我們今天來到阿嬤的家裡 非常感動 那創世呢 我們代表創世基金會 來給這個過年前 來給這個案家給阿嬤 一個這個關懷跟這個祝福 那我也帶著創世準備的 這個禮物跟紅包 讓這個阿嬤今年的過年 可以有一個溫馨熱鬧的感覺 那我們也要呼籲民眾 可以提供更多的資源 給我們的創世 來照顧真正弱勢跟需要幫助的人 那我想這是一個社會非常愛心的力量 我也非常敢配創世基金會的所有志工夥伴們 這麼努力來照顧我們所有的院民 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更多的資源 讓我們這個社會更有愛心的循環 對於創世基金會基隆分院以及議長童子偉的貼心和愛心 獨立撫養植物人孩子十年 這兩年因為上了年紀 不得已才把兒子交付創世基隆分院安養照顧的許媽媽 由衷感謝和感恩 很感謝創世這邊的人 對我兒子真的很照顧 真的很謝謝他們 創世基金會呼籲社會大眾 可以共同響應認助送禮到家這項活動 讓植物人家屬農曆年前可以感受來自社會的溫暖 我們代表就是植物人的個案 然後就是送禮到家 那是給家屬一份就是溫馨的過年 希望就是他們也可以感受到說 其實雖然子女在我們安養院就是不方便 就是沒有辦法跟他們一起過年 可是由我們來代表 他們來送出這一份禮到家這樣子 希望就是他們還是可以安心過個好年 就是我們送禮到家 然後吃飽三十的這個部分 那年禮的話一份是六百元 那加上一份紅包的話是五百元 希望可以提供就是他們溫馨過個好年這樣子 然後給他們一份關懷 立委蔡適應也特別指派服務處副主任一起參加這項活動 表達對認助創世安養植物人 以及送禮到家慰問植物人家屬這項活動的支持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 振若 、